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次回来一定有那么多麻烦 我以后竟然少联系你了 影响你对小莲正常的生活 刚才后半句话我没说出口 做媳妇你比不上小莲 那对我来说 一份真实的感情 可能比什么都重要 左哥 你快别这样说话 这是我的真实感受 是客观存在的 谁都改变不了 包括我自己 我已经耽误了你半辈子 我不能再把你后半辈子也回了吧 崔小莲多好的女人哪 你修了几辈子 才把这样的女人给修来的 好好对她吧 把一切都放下 把我也放下吧 你能把林奇诚放下吗 那不就结了吗 你对林奇诚什么感情 我对你就是什么感情 对于爱我们两个是一种人 都是跟着自己真实感受去走的那种 坐不了脚 坐脚很痛苦的 所以呢 你就别要求我了啊 奶奶 有家点心铺的绿豆糕 特别好吃 下一次我带过来给你 军安 我看你有日子没到家里来做了 最近忙了点 忙着社区害人吧 你这一忙 收获颇疯了 啊 好了 别快玩抹角了 咱们开门见山 什么条件 直说吧 林董 您别生气 其实我做这件事 还真没安什么坏心眼 首先 我没图在您那得到什么 其次 我也没想将害其证 反过来 我倒觉得我做了件好事 好事 我父母走得早 您是看着新阳长大的 您知道我们俩的关系 嗯 为了新阳 我能付出一切 现在我也算有点小成就了 说句不好听的话 他要月亮 我就是豁出命来 没准真能把他送到月球上去 可是有件事情 钱是买不到的 爱情 可女人偏偏最看重这个 您说矛盾不矛盾 嗯 你的意思是 您家起证 娶了我们家新阳 嗯 我也是没办法 您知道 都这么长时间了 新阳就是放不下取证 您看他现在阳光灿烂了 可是一个人到了晚上 哭得那叫伤心啊 我这个当哥哥的心疼啊 我是真怕出点什么事啊 真这样就完了 所以我这个当哥哥的 一定要帮这个忙 哪怕是不择手段 您不是问我有什么条件吗 其实条件很简单 咱们两家重新联姻 起证把新小娶了 我就不告了 江总 玩笑开大了吧 还从来没有见过 用枪指着别人脑袋 非逼着娶自己妹妹的 那我就做天下第一个 用枪顶住别人后脑时候 逼着她娶我妹妹的人 我要是不同意呢 取证 好 那咱们就法院见 双倍补偿 加十年办法 给自己选择 对了 林总 我听说 我听说智林集团 资金周转很困难 补偿金怕一时赔不上 没关系 我同意用智林的股票 折抵现金 您好好养病 我先走了 我 我哥是不是来跟你提亲了 这事你不知道吗 我觉得你们兄妹两个人 应该商量挺长时间了吧 我就知道你会误会我 我是很想嫁给你 但是我不用下见到 要把你逼进大牢的方法 嫁给你 你们跟傅江失业闹翻的事情 我是刚刚知道的 总之我从来没想过要害你 我知道现在我说什么 你都不会相信 当然 你哥哥做什么 不能代表你 欣耀 从开始确实是我不对 我先毁了婚 我对不起你 但是现在 我一人没有办法跟你结婚 原因 好啦 没关系的 我这么漂亮 还怕嫁不出去吗 姓江的 你什么意思啊 咱们俩这么多年年交情 你这种事都做得出来 你说你这么大人 怎么沉不住气啊 坐 不是你让我怎么沉得住气啊 你妹妹都要嫁给林启正了 你让我怎么沉得住气啊 咱们当初怎么说的 你跟我说说你有个什么绝妙的计划 能扳倒林启正 让我做林家的主 然后咱们强强联合 你给我描绘了一个多么美好的蓝图啊 就为了这个 我是被你拖下水了 多少第三下四的事我都帮你办了 现在好 你甭跟我来这儿了啊 现在好 你 你们一家人了 想一脚把我踢开是不是 真把我当冤大头了是不是 齐哲 齐哲 你怎么一根筋啊 你脑袋就不会转个弯啊 新姚嫁给林启正 意味着什么 两家联姻 也就是说你们两家是一家人了呗 你就不能多想一步啊 新姚嫁给林启正 意味着他们就是合法夫妻 如果他们俩离婚 新姚就能带走一半财产 我问你 智林集团最大的股东是谁 我爸 你爸要是走了呢 那就看他把遗产给谁了 他股权要给我就我大 要给林启正就是他大 就凭你现在和你爸爸的关系 他能把遗产给你吗 我给你算了一笔账 智林集团最大的股东是你爸 他握有12%的股权 你和你立刻占5% 还剩下78% 在其他小股东和散户手里 你猜 其他的股东 谁的股份再多 据我所知好像是华叔吧 他刚增持 差不多4%吧 错 是我 11% 我跟你说啊 我一直在秘密收购智林的股份 你我联手 咱们俩有多少股份 如果你真有11% 再加上我那5% 那就是16% 你弟弟要是继承了你爸爸的遗产 他有多少股份 12%加5那17%啊 你我联手 再加上一个离了婚的江新瑶 我们仨一共有多少股份 那离婚分一半 你要17%除以2 那就算是8吧 加上我们的16%就是24% 也就是说 我们就是最大的股东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我为什么让新瑶嫁给启征 我要让林启征永世不得翻身 不 但你这个计划好是好 但你得等我爸走了以后吧 我爸今年六十 他真活二十年就得等二十年 快了 用不了二十年了 新疆子 你什么意思啊你 你看看这个就明白了 我问过你爸爸的主治医生了 肺癌 半年到一年 这事你得保密 否则咱们的计划全部靠它了 大半夜的你不睡觉在这儿犯什么茶呀 我们马上就睡了 那我不等你了 我先睡了啊 董事长我还是劝您尽早来进行化疗啊 回来的 不过还得等一等啊 不能再等了 知道了 你化疗只能解决我一个人的问题 如果企业得了癌症呢 可是身体最重要啊 谢谢了我心里要说了 董事长 有件事情我要向你赔礼道歉呢 怎么了 前几天呢有个人来询问你的病情 那天我刚好不当班 我那个助手呢又比较年轻 别人几句话一套啊 就把你的情况给泄露出去了 她说她是谁了吗 没有 我不敢肯定不是你的家里人 我听起来好像 对您和智琳的情况 应该比较了解 别会信啊 这家不行呢咱们再换一家啊 我让朋友再帮你问她 我真没想到 现在找一个工作这么难 不是还有我的吗 走了 小雷 做什么好吃的呢 要帮忙吗 不用 今天你忙了吧 啊 那个 处理一些文件 后来不知不觉的就 到下班的时间了 一直都在公司 一直都在公司 我在伊坤大厦门口看见你们俩了 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 彼此都冷静一下 小脸你别误会 我就是 陪她找工作去来了 行了别说了 来吃饭吧 好 再会儿饭都凉了 周律师您的简历我都看过了 您是个非常优秀的律师 但是我们公司现在真的不需要人 不好意思 没事 谢谢 那再见 谢谢 喂 你好 孙小莲 我记得 我当然记得了 喝咖啡好啊 去哪儿 好的 我这就过来 嫂子 怎么突然想到约我喝咖啡了 泽宇 先别叫我嫂子 我今天约你出来 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但是这些话 又都特别难开口 没事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没关系的 你回来已经有一段日子了 这些日子 我一直静静地在观察 我发现 所回还是忘不了你 我一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心里想着我 什么都不听 我什么都不看 也许过几年她就能把你给忘了 但是 她忘不了你 这是事实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总会是个非常好的男人 你也是个非常好的女人 我衷心希望你们俩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我绝对不会成为 横在你和总会之间的障碍 我知道 总远 可现在是 总会还对你不死心 你还站着她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位置 我爱总会 我希望她能成为我的丈夫 但是我希望她能成为我真正意义上的丈夫 而不是一个名分和一个躯壳 所以 如果左外还不能对你死心的话 那我没有办法嫁给她 我问你 你为什么会到这儿来 我到这儿来怎么了 这儿不欢迎你 你赶快走吧 这儿还不欢迎你呢 你说你长得挺好看的人 怎么脾气这么大 我脾气又这么大 你小心我脾气下来 我揍你 你磕死我了 小心点 你 我特别认真地问你一个问题 你也要特别认真地回答我 你不管 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 是的 阿开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怎么来了 我看你一个人开车上来 不太放心就来看看你 欣妖 我求你了 别对我这么好 行吗 没有啊 我们作为好朋友 这么多年 正常地关心你一下吗 董事长您点茶 根据网上各个军事论台的消息 中国第二款四代旅行战机尖31 昨天上午成功首飞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个同时试飞 两种四代机 还没睡呢 我等你呢 坐这儿 你跟欣妖的婚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啊 我仔细想过了 我没法跟她结婚 我做不到 那人家要告你呢 你怎么办 不就是结婚吗 这要跟匹业的存亡 和你那十年的牢狱之灾 奶头大奶头小 奶头重奶头轻 你分不出来吗 啊 我怎么就不明白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啊 爸 我心里只有奏语 我没法跟别人结婚 看你的也此事 想跟她重归于好是吗 我们两个之间 有一道谁都迈不过去的坎 可是 我们心里却有着对方 两个人 都没办法和别人在一起 你就那么确定了 他也跟别人结婚了呢 不可能 我了解他 他不会的 爸 您早点休息吧 我也去睡了 奶奶 跟你爸说什么呢 没什么 我上去睡觉了 儿子 该吃药了 最近你的身体啊 没有以前好了 别总是生气 气坏了身体可怎么办呢 这个孩子死降死降的 我能不生气吗 毕竟是他的终身大事 别着急 急不来的嘛 他总得让我先过这套坎啊 什么坎啊 那你不知道 你赶快回我休息吧 赶紧吃药啊 赶紧吃药啊 好好好 林老师 我是闲着没事 顺便打电话问候一下 对了 我上回跟您提的那件事 您和起政考虑的怎么样了 这件事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林家的儿媳 非媳妖莫属 那就好 你等我啊 今天小莉找你了啊 对啊 都说什么了 左慧 你干嘛要这样 小莲多好的一个女孩子呀 我知道她很好 我也不想这样 成天说谎很痛苦的 咱们两个真不可能啊 左慧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 我是个不祥之人 所有跟我在一起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 如果以后你还要对我说这样的话 就等于逼我离开这座城市啊 早点回家吧 你必须跟江西要结婚 爸 这事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不同意 你的短处让别人捏得死死的 那一房两脉的合同 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有你的签字 你说你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爸 为什么每次我们都这么窝囊 老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呢 儿子啊 大丈夫要学会能屈能伸 可怕只是一场婚姻而已啊 是 爸 可能以前我跟您的看法一样 觉得婚姻 它只是一种生活形式 可以被用作任何形式的交易 那是因为 我从来没有真正爱过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真正爱过了 我知道 如果没有爱情的婚姻 就跟犯罪是一样的 所以我现在不会这么做了 不管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幼稚 这件事情啊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就这么定了 又跟你爸爸吵什么呢 您都听见了 你们那么大声音 我能不听见吗 齐正 奶奶是过来人 就算你跟那个姓周的姑娘 结了婚 又能怎么样呢 你们那些什么爱情啊 浪漫啊 结了婚都一样 就是过日子 奶奶 这不一样 我知道你不能接受 齐正 别怪奶奶说话重了 你不能只想到自己 你看看你爸爸 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整天就是咳嗽啊咳嗽啊 连肺都快咳出来了 你还忍心让他整天操心吗 你哥哥又不顶事 你要是再出点什么事 智林垮了 那怎么林家就垮了 真有那么一天 你爸爸还能活得下去吗 奶奶我还能活得下去吗 你要为林家着想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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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了 来了 阿姨 怎么又是你啊 我说林启正 你怎么阴魂不散呢 我们都远远地躲到这儿来了 你还追过来 阿姨 我真的是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事 要见邹宇 他不在 阿姨 我求求你了 您让我见见他吧 我跟你说他不在就不在 我们出去说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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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老远过来找我 只是为了跟我喝一杯咖啡吗 你大老远过来找我 我要结婚了 和江欣盈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跟谁结婚 他更跟我说了 所以我想告诉你 我这么做是迫不得已 如果我不娶他 他哥哥会因为商业诈骗起诉我 志玲会付出巨额的赔款 志玲有可能就毁了 说直白点 我这么做 是为了自保 自保 你令大超也有自保的时候 你不用跟我说你的理由 是 左宇现在说什么理由都 我也不是想跟你说理由 我 左宇 左宇 我下面有说的话 我希望你能听进去 记在心里 好吗 你看着我行吗 左宇 你 đang试试 亲着的 一定是 我记得 你真是 结果 典子 你开火 可是我想跟你说 除了爱情之外 人这一生要负很多责任 我现在要去负一个做儿子 做企业集成人的责任 可是作为我想告诉你 我的爱情在你这儿 我的心也在你这儿 我知道了 其实你举交信要挺好的 我祝你们幸福 我们先走了 我们先走了 不管我人在哪里 我的心永远在你这儿 爸 结婚的事 我听你的 看看你们江家还有什么要求 林伯父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应该听奶奶的 奶奶说怎么办 这怎么办 最丫头 阿肯你回来了 小豪你回来了 我把好消息都跟大家说了 我把星海和星瑶都请到家里来共同商量商量 这场婚礼 具体怎么办 具体怎么办 你过来跟他掺和掺和 哥 你打算什么时候起诉 你说我开个玩笑你还真认真了 你是我妹夫我能起诉你吗 我真把你送进监狱小妹饶得了我 林董 林董 您得敲打敲打起正 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别老在这件事上纠缠不休 行你开玩笑 就不行我们家起正有吗有啊 好了说正经的说正经的 咱们好好商量商量他俩的婚事到底怎么办法 依我看呢 瑶瑶和起正的婚事咱们得热热闹闹的大办一场 对一定要大办 我就这么一个保密门 我上去换件衣服 我陪你去 阿K 你去哪儿了 还没结婚呢 你就已经开始管我了 人家只是关心你吗 馨瑶 你真的就这么爱我吗 你哥哥做了这么大一个局 就是为了让你嫁给一个根本就不爱你的人 你觉得这样对你来说是一个好的归宿吗 我知道你心里面有别人 但是从小到大我什么事情都没有输过 现在面对我们两人的感情跟婚姻 我也不想当过失败者 而且我相信时间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 阿K 你知不知道 我们两个人才是真正的门当户队啊 可是你应该好好想想 我们这样会幸福吗 我想得很清楚了 我们会幸福的 只是时间的问题 下去吧 等一下 怎么了 我们两个马上就成为合法夫妻了 咱们两家都是名门大组 为了你和我 为了江家和林家 我在婚前想跟你约法三章 好 说 第一 不要让我在媒体上看到任何有关你的绯闻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 第二 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任何有关咒语的事情 应该的 第三 在外人面前呢 要搂着我照顾我 做出一个模范丈夫的样子 谢谢你啊 没有要求我 在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也这么做 我又不傻 这个长求不来的 我可以换衣服了吗 好 那我先下去 小语 小语 你看看吧 你好好看看 还说对你是真心的呢 这都跟人家结婚了 我好看吧 不要 我好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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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Enity 咱们这第一步的计划 算是大功告成了 咱们两个配合 功务不克 战务不胜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咱们首要的任务 是维持现状 不能让任何意外 破坏了咱们行动计划 然后就是等 等 对 等遗产 怎么了 对 等遗产 等我爸归信 别伤心了 老人嘛 总有走那天 是啊 只是我爸现在的状况 活得不老人 你不是想当老大吗 再说了 你爸爸现在这样 也不是你造成的 你就踏踏实实的 等着真正接手之力那天到来 记住了 别添乱 小姐 什么事啊 非得让我赶紧过来 过来 你亲自掌烧啊 什么日子 哪是我呀 是小莲 小莲 快坐 坐呀 这都是小莲亲自给你做的啊 我今天叫你们来呢 是想说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啊 左辉 这些年你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我心里面的感激呢 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了 我就算搭上我的下半辈子 下下辈子 下下辈子 也还不清了 所以我不打算还了 从今以后呢 你就是我亲哥 所以以前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天经地义的了 我聪明聪明啊 聪明什么呀 别逗了我本来不就是你哥吗 我认真的 你认不认我这个妹妹 怎么着啊 非得正式认一下啊 行 来吧 认你这个大律师大妹妹挺好的 以后就不会有人欺负我了 当然了 除非我亲自欺负你呢 这第二件事情呢 小莲 我这个哥哥呀 人超好 就是性格太重 我担心你以后因为这个事生气 但是我今天可以提前表个态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 我永远站在我嗓子这边 周宇 你什么嫂子不嫂子的 人家心里指不定还怎么想呢 这就是我今天请你们来吃饭的主题 我知道前段时间因为我 让你们两个人之间有点误会 我替我哥给你道歉 哪有你说得那么严重啊 对不起 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就直奔主题了 哥哥 小莲是我见过的最温柔 最贤惠的女人 我真的担心你把她给错过了 就别酒啊 我干了啊 行了行了多大酒量 少喝点儿 别错过了 你们俩好好聊吧 我回避一下 我回避一下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